那蓝是也需要去增援的吧 魏无羡拉住蓝望姬背在身后攥紧的手 轻轻地揉开把手钻进蓝望姬的掌心 与他食指紧扣 嗯 蓝望姬的手指磨蹭着魏无羡的手背 感受着掌心的温良 不自觉微微醋眉 那就仰仗韩光君好好保护我这个柔弱男子了 魏无羡含笑看着蓝望姬 有了魏英这句话 蓝望姬坚定地点了点头 以后魏英会是他的道理 有了身份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保护魏英 蓝氏也会成为魏英的靠山 看着蓝望姬自己想明白了 魏无羡忍不住在蓝望姬脸上偷个香 好了 二哥哥 咱们回去收拾收拾出发吧 蓝氏子弟行动迅速收拾好了物资 很快队伍开拔 浩浩荡荡地赶往了临坟战场 哟 姚宗主好久不见呀齐兄 感谢支援呀 哪里哪里来来来 前宗主请入座 路上辛苦啊 魏无羡和蓝望姬道的时候 就看到这样其乐融融的恭维现场 赤丰尊作为主帅从河间赶过来 黑着脸坐在上手 眉宇间隐隐看得到黑气 也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什么 主角的到来 让营帐内渐渐安静下来 最近关于魏无羡 江家和蓝家的风言风语可不少 这主人翁都到齐了 等一下可有好戏看啊 魏无羡随着蓝望姬走向蓝家席位 这一举动就像是油锅滴进了一滴水 炸开了花 魏无羡 江婉淫看着魏无羡走向蓝家 终于坐不住大声吼叫住 江宗主魏无羡手指陈倩 看向江婉淫 眼里的冷漠 不禁让江婉淫一愣 后面的话突然被咽了回去 看着江婉淫对她的恐惧 魏无羡莫名地觉得好笑 怕 怕就对了 怕了才好 魏无羡随着蓝望姬坐下 众家主看到这面面相去 这魏无羡看来是真的叛逃江家 改入蓝室了 魏公子应该是江家的才对吧 怎地坐到蓝家席位去了 莫不是看着江家如今 是魏就想叛逃主家了 一位稍微年长的家主 摸着胡须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姚宗主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我一枚家跑二枚拜师 如今也退出了江家 怎就是叛逃了 魏无羡笑着回道 蓝望姬借着衣袖遮挡 悄悄捏了捏魏无羡的手 前江市主母掌乖温氏来时 更大言不惭 与其论尊卑引来灭门之灾 却想尽数推在我头上 我护着江市少宗主逃出 如今恩情已还 为何不能退出 魏无羡的一番话 让姚宗主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一个小辈说叫 让他的老脸 感觉被人踩了一脚一样 火辣辣的 哼 魏小友真是能说回道 我有什么不满 我不过是替封眠兄痛心 自你父母出世 封眠兄派出多少人力寻你下落 几年都不曾放弃 找到你 更是把你带回去 以大弟子的身份教养 不然你哪来站在这里 与我们先家议论的资格 如今他夫妻二人 因为你惹怒温氏训了道 你转头就说 还了恩情 哼这恩情啊 怕是都喂到狗肚子去了 摇不起的一番话 惹得望线二人一阵愤怒 尤其是蓝望鸡 紧紧攥着毕尘 如果不是从小的礼仪教导 只怕他现在就祭出 毕尘批了这只会家常理短的姚宗主 他在心里反复思索措辞 想替心上人开口辩驳 可惜他从未应付过如此场合 不知道怎么说 静硬生生气红眼眶 生出了一丝委屈 感受到蓝望鸡气息不稳 魏无羡连忙借着衣摆的遮挡 顿了顿蓝望鸡的袖子 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气声到二哥哥 不气 看卫英的 啊 乖不气了 看出蓝望鸡的委屈 魏无羡只觉得心脏被人捏了一下 酸酸胀胀的 何曾有人因为旁人对他的闲言碎语气成这样 也只有蓝湛这个傻瓜了 说不过人家只能自己闷着生气 魏无羡笑着摇了摇头 这小古板就知道让自己心疼 真是让人喜欢啊 魏无羡往前走了一步 挡在蓝望鸡身前 正欲开口 身边的人默默站在了他前面 做出保护姿态 蓝望鸡挺直的几倍 给了他说出事实的无限勇气 呵 姚宗主 且不说前江宗主 为何在距离云梦不过几个时辰的遗灵 找了五年都不曾找到我 好歹你也是个宗主 虽然小事小了点 但是有脑子的都知道 温氏不会因为一个弟子就灭了僵尸 而且江是传授我的心法 助我练出的金丹 我不也还给小江宗主了 是不是呀 江城 你 你胡说什么 我的金丹是 暴山散人修复的 不可能是你的 四世晴空划出了一道闪电雷霆 批中了这营帐里的每一个人 哎 我要是知道暴山散人的隐居之地 还会在遗灵流浪 最后被江老宗主捡回去 魏无羡拉住有些颤抖的蓝忘机 想把自己的温度传给他 让他知道 不论怎样自己 就在他身边 纵有千言万语 现在也无法说 只能先安抚一下 希望他的二哥哥 可别掉眼泪啊 蓝忘机听到魏无羡轻飘飘地说出金丹的事情 只感觉天雷劈中了自己 想转身质问这人 到底知不知道做了什么 可又心疼自己站在魏无羡的身前 不能走 自己永远都站在他的身前 蓝忘机紧紧回握住魏无羡的手 不苟言笑的脸上 此刻更是附上一层冰霜 眼里的寒意化作刀刃 刺向江婉淫 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复 能让人修出资质更好的金丹了 你腹部伤口就是从我这里一丹的证件 所以江氏的恩情我已经还了 吃穿用度我也会折算银两送去江家 以后我爹是散修魏长泽 我娘是抱山散人之徒藏色散人 要是再让我听到什么流言蜚语 就别怪我送你 亲自去问问当事人 魏无羡散发着威压 沉声发出最后的警告 魏英所有吃出用度蓝氏 稍后会着人送还 自从两清 蓝旺基突然开口 他不想再让魏英跟江家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他怕魏英再受到伤害 蓝湛魏无羡看着蓝旺基眼里的心疼 突然不想拒绝 柔和了神色 好 你帮我还 恩本就是一家人 不必如此生疏 以后蓝家就有理由护着你 魏无羡 你欠我们江家的永远还不清 你还得了我爹娘的命吗 还有我阿姐对你的好 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还撒谎说 为我一旦 何不就是为了他蓝旺基 蓝家还真是高风亮节 为了绑住魏无羡 就舍得蓝二公子 也是他蓝旺基 也不是江婉英看到魏无羡和蓝旺基的样子 加上金丹的事情 被刺激的大脑一片空白 张嘴就胡说 他不能承认这些 否则江家就完了 魏无羡固不得隐藏自己的实力 愤怒 不甘甚至一丝怨恨涌上心头 身形一动 顺移到江婉英的面前 掐住她的脖子 往地上使劲一甩 江婉英顿时感觉胸口 好似被一块大石撞上 口吐鲜血 江婉英 再一再二 不可再三啊 我魏无羡的耐心不是很好 说过的话不愿意再说第二遍 魏无羡突然抬高声量 如果再让我听到一句对蓝战 对蓝家的不好 我就拔了你的舌头 魏无羡不顾江婉英眼里的恨 起身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 赤丰尊 在下对于摄日之争 有些事想跟你和泽吾君说 对了 还有怀桑兄一起 魏无羡 摄日之争的事情 为什么要避开大家 莫不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姚宗主 看魏无羡对江婉英很利出手 搏了自己的面子 还想和赤丰尊 泽吾君私下谈 恐怕是有什么利益 想避开大家 好独吞 姚宗主 跟你说有用吗 还是说 就凭你这几个人 能组成一支队伍 独守一处出口 没能耐 就安分些 希望你尽快修炼出 靠嘴就能感化邪碎的神功 告辞 蓝战我们走 魏无羡看了一眼赤丰尊和泽吾君 就拉着蓝望鸡 转身离开营帐 蓝西辰和聂明觉默默 看了刚刚那一出戏 看着气急败坏 满口成和体统 不知尊卑 罔顾先门礼仪的姚宗主 心里有诸多的疑问 灭明觉本来觉得摄日之争的事 何必藏着叶着 却听到魏无羡提起灭怀桑 想到昨天下午 他在营帐对如今战局一副了然的样子 灭明觉只觉得头大 看了一眼蓝西辰 对自己点点头 也就没什么说的 起身和蓝西辰一起前往蓝家驻地 我们下周一看的 是奥西辰和聂与的事 我们下周一看的 我是奥西辰和聂与的 打扰和聂与的事